不注意社交分寸感的人,到底有多讨厌,逢人便呼诉自己的遭遇,距离力争,必须在言语上胜过他人,追问别人不愿回答的问题,高质量的社交离不开恰当分寸的难捏,这是一种体谅,也是一种修养,所谓脾气之性自技,不过是不考虑别人感受的借口,让你更受欢迎的九个社交提示共演。 早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